包括画色绿色斑马线里让行人优先通行在重要路口推动行人专用时项 让人流和车流分流等等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是谢国梁市长上任后指示交通处和警察局等相关单位积极推动的最重要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上下学安全过马路的重视 经过一年多的宣导推动之后确实发挥成效 也在基隆市议会受到议员们的肯定 在这里还是要先肯定 交通处这一年将近一年五个月的时间 针对友善行人整个推动推行以来 我想在交通问题包括行人的权益的显著的改善 我想在这一块绿色斑马线也获得全国人民的肯定 那这一点绝对是做好一定要肯定你 也给你力量 真的是推行得蛮好的 那首先要感谢我们交通处及警察局的同仁 在一开始的辛苦跟努力 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多 其实本人本席经过很多路口 其实都非常有效地感受到 就是其实真的 现在以前基隆其实在路口处 其实车子它大部分都不会理量行人 那现在这个政策推行之后 其实你在各大路口或是说要去学校的路上 其实你看到每个路口只要有行人过 大部分的车辆都会停下来 然后以算簧针示意 那其实这个政策是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可以继续推行 那也经过各个学校的家长投票表决意见 那感谢交通处在七度火车站后站 化设了行人专用实项 让上下课的时间 人车可以完全分离 提升路口的安全 我想这是让所有常兴国小 明德国中还有机商的家长 是非常有感的事情 那之前本席也有与处长来讨论明德一路 也有相同的问题发生 新人走完因为秒数的不足 所以换汽机车卡在左转右转区 再次停红灯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左右转 那这个人车针道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路口更加的顺畅 这个行人绿灯早开十项的时间 让行人先行通行以后 再来让我们车子通行 这个让我们开车的人 可以很清楚的人看到说 有行人通行 而且我们真的还要是 要继续在推动举手过马路 我真的我发现 我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 我会习惯性的来举举手 跟对面的车感谢一下 谢谢他来让我先过去 不过市议员也希望好 还要更好在兼顾交通顺畅的情形下 持续推动其他行人友善的配套措施 我们从细委处建立 把标线每一条路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干净明亮 不但感觉是干干净净的 也让我们行人的安全更提升 也提升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 那包含暖江桥头到远路的这个路口的耗制 及标线的问题 那总共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想想看的那个外侧车道 从地内方向要往高速公路的这个外侧车道的部分 那是在那个我们有谈论好吗 就是执行的时候要让右转车道 专用车道可以也可以执行 可以解决这个要上台北这个交通 尖峰时刻的时候的用车问题 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信义国中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三角 一个回转道 然后它那里的那个地上的那个标线 长期以来 我不知道之前是什么状况 那长期以来呢 就是东信路要回转到培德路的时候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培德路要去东信路的时候也是要往大圈 应该是要向右吧 这个北陵路跟环港街口 也就是环港街要往北陵路左右转的时候 左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没有视觉的障碍 可不可以再放下一张 下一张 对 再放一下好了 那但是向右的时候 它是被这个房子给遮住 对于议员们的鼓励和指教 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已经争取更多经费 将在不同路口 特别是没有红绿灯耗制的路口 来增设智慧型的警示措施 确保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杨副议长所关心的绿斑马这个部分 我们会持续做一个推动 那有关益照市路口的部分 交通部也持续请我们来做改善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争取有将近 好像一千多万 针对益照市路口 每一个路口大概有争取到三十万 所以有将近有四十个路口 可以做一个改善 以及依族希望关心是在益照市路口 无耗制的地方能不能有智慧化 我们交通科 我们张志华张科长也跟交通部 争取了也是将近有一千两百万 是在那个无耗制路口的部分 去设置相关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警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